杭州市林平区有一个楼盘叫兴耀关路里 开发商是杭州兴雨之野 张女士这位中介小姐妹姓龟 龟来的龟 据说这个姓是最早建于周朝 张女士街上 当时小龟告诉她 楼盘允许中介带看 成交后能返用 6月10号张女士签了购房合同 房子89平米 总价200多万 中介联系售楼部 就说售楼部现在不认可 就是不承认 就直接赖掉了 不承认什么 不承认我是中介带来的客户 承认我是他们自访客户 我们对近人那边跟售楼部那边看了一下 售楼部那边就内部有一个系统的 然后他们是这个号码在4月20号那天晚上有录入过 但客户说他是5月4号才去看的 之前都没有来过这个楼盘 是的呀 他也是5月4号带我来的 有带开单的呀 那他们怎么拿到这个号码怎么登记的呀 不知道呀 张女士提供了一张截图 显示4月20号晚上11点50分 他的手机号码在售楼部系统里进行了登记 张女士说之前找过售楼部 想看当晚的监控 对方一直没有拿出来 佣金的什么我估计是要不到了 他们现在已经赖了 需要他们领导出来跟我一个说法呀 要监控调出来呀 4月20号不是说我来过吗 你把监控调出来给我看呀 为什么你们随便从哪里弄来的号码 就给我录进去 这个事情马上会有专人对接 然后是出来那个 等多久我们已经一个礼拜了 对 我刚发现你们5分钟左右嘛 我已经汇报过去了 现在的话就是说需要留一下 他们这边的联益方式 然后专人对接对不对 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截止发稿没有收到回复 不过张女士反馈 开发商那边联系了她 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她考虑后接受了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